老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来 我点这里吧 这里有活动Activity,对不对 这个,那这是填入在空白的地方,填供题啦 这里 你要输入你的文字 这个样式,这是样式 在这里 打字幕贴上这个 我就稍微小打一下,这里 下一步 那选次把它选起来,这里 这一个 再回上一个 好像这边要两个,点起来 它要有空格,再回上一个,来来来来 最美的昆虫 这个颜色可以换掉 这个 现在改的是这个 这个 文字的样式形态,这个是我规则的好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好一点 来,我现在点这里 老师有看到吗 是在打的时候分开喔 那填空的时候,等下就打这个,当然题目应该是说 蝴蝶的英文是什么啦 那我就选down 你在打字的时候,不可以把字字连在一起打 要把它分开来 这样才能够点,我现在考试这个 再做组合,这个 down 老师,做完怎么样子,来来来,我们刚一直都没做 这个是直接存档 那这边可以做什么 preview,就是预览看看 我现在这一页喔 如果点preview的话呢,就直接跳这一页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 学生所看到student view 学生所看到的效果 这个 来,就让你做什么 最美的昆虫是 butterfly 各位了解吗 就在做这个 喔,这个做preview 那点右上角叉叉 所以如果我想看看,老师我刚投票题的 点这里 我想看看 刚刚做完,学生看到长什么样 这边可以点preview 我现在点在这里 点这个preview,就看这个 所以刚刚那个填扣你也可以把它弄成句子的排列啊 这处合处合,让孩子就把句子做排列 这是投票的地方 这是学生的视角喔 你可以点哪一个 点完这个 选择出去了 影片在这边可以看一下 刚不是影片在右上角吗 学生可以自己看 我们就看了这个 那填完以后就送出去了 这结果就送出去了 好,来 点右上角叉叉关闭 来,请各位试一下 fear in the blanks 填入空白 几胎 看看